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当初观众来观战一把 惨梦的杰克,他有一段时间没打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杰克天赋 还是熟悉的味道,独有的一个杰克打法,勘探囚徒 拥兵加前锋,一套能打架的阵容 杰克的话这边我们看,一刀污染,甩到了,漂亮 这里的话是点了一点抗性,点了一点困兽 嗯,可以啊,我觉得多点两点呢也可以接受 但是他的话更喜欢就是点满追猎跟狙净狂 然后通过前期他的一个自己独到的走位去逼迫 然后快速起刀,并且呢通过自己对吧的防守去压迫 然后看看能不能打过半啊,这样的一个天赋配置是他独有的 好,这边的刀污染很关键,但是这边被吸了一手 隔墙污染的话这边因为这个墙后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水桶啊 很容易挡住你的污染的 这边,哎,反,绕,过来,骗 通过传送去调整 好,身位上面拉过来,这边有一刀的机会 但是能不能打中,弹开了 但是,弹开了以后,勘探员这边自己也被贴到墙上面了 所以说这波磁铁的话,伤敌一千,自准八百 干扰到了佣兵,这边凭借着隐身至少逼你两个,一个,一个也行 逼两个我觉得也行 不过看待员的话因为自信比较快 这边还是选择赶紧过来挂,万一对吧,追上头了呢 佣兵这边直接靠过来嘛 我觉得佣兵这边找个地方躲一躲吧 所以他找一段躲一躲 杰克这边的话,刚才我们见到给到佣兵 他如果知道佣兵的位置是可以看见 但是如果不知道的话不好说 不知道的话不好说 大概位置好像判断到了 大概位置好像判断到了 但是没看见 多了一圈 这佣兵躲的一个位置还是挺好的 他是选择,就本来我以为他会躲在就是另外一边 就靠近大房这边 但没想到这个佣兵的世界卡的非常好 大家可以学习一首 这个佣兵的这波救人 只要能卡半救下来就是一波完美救人 一个护兵跳过来 好的,贴过来一刀无刃 救下来,不吃双挡 要追双挡吗? 追不了 这个局追个双挡 看待人手里还有磁铁的 现在要借着用这个隐身加雾刃来快速带走 5秒钟雾刃 博命的话时间会在这个时间内 卡住 这个位置卡住 好,雾刃好了 一刀带走 漂亮 又再次压住这边马鸡 看待人的话 这边当时其实两个选择吧 一个选择就是直接拉走 直接拉走呢 我觉得稳定性更高一点 就是宝平的一个面会更大一点 但是如果说你能牵制起来的话 那可能这边这个交互点会更加好用一点 就是他选择的是一个激进型的打法 直接拉走的话呢 让优兵这边的面马鸡血 因为优兵这边半血 他不可能再来了 那也就是说这边需要前锋来救这个看待员 或者把这个看待员卖掉 然后待会再来补 这里如果前锋来救呢 还是有风险的 就是一个误刃加一刀带走这个前锋 救不下来 佣兵过来了 诶 杰克这边贴边 隐藏自己的红光 隐藏自己的红光 最后还是选择卖掉 卖掉的话这边就佣兵了 佣兵是半状态 一个护币 看着你交两个护币的 当时这边这种藏红光 大家可以看到佣兵 不是那么好判断杰克的一个具体位置的 我们现在要给他佣兵 这把佣兵还打得蛮好的 一个护币 尽可能把时间脱钩 尽可能把时间脱钩 一刀污染 没办法了 外面囚徒一个人修两台 前锋这边的话来救一波人 还是有机会能打一个三人开门战的 翻翻箱子 现在的话因为这个观战出了bug 所以说我们这边 这个视角会看上去稍微吃力一点 我们尽量以穷者的视角来看 这边前锋 补状态 找囚徒 囚徒这个位置 污染 哇去 差了一点点 差了一点点 有手电 这手电的话先断隐身 然后哎呀 刚刚说先断隐身 然后进前面这个板子 单只手没能断到 毕竟是隐身状态 这个位置没那么好判断 传送还有 这里的话先把囚徒给击倒了 再说挂上 然后考虑传送 我觉得可以传的 这个局想要赢的话 他得传 外面两台密码机 其实差的并不多 漂亮 我们看一下密码机 两台都是过半的 两台都是过半的 甚至外面用兵还重新补了一台 那个前锋还重新补了 战金破译我去救人 前锋这个位置 想要救人的话 稍微的有一点点困难 因为杰克这里手要有传送 他如果顶过去 甚至这边不去管这个囚徒 找这个傭兵也可以 不过傭兵手要有个护臂 还能操作一步 马基点开了 漂亮 有一说一只傭兵打的这把 真的蛮好的 他的 前期的第一波的一个躲位置 前方这边拉球 要卡半救下来 等追猎 好追猎骑 隐身马上好 隐身马上好 稳稳的救下来 稳稳的这边击倒 击倒以后看到挂不挂吧 骷人打 我觉得没办法挂的 这边最好去找囚徒 看见的是前锋 不然前锋衣服穿的跟在囚徒差不多 两个人还容易搞错 一看白衣服 呀小子活子 你还敢在这边 一看 你这个行径状态不太像是 对吧 受伤的呀 一看 前锋 好这边骷人好了 骷人好了 一刀 割刷没打住 因为这张地图的话 很多的墙他后面都是有掩体的 所以这骷人打不过去 优兵这边的话 待会继续翻箱子 这优兵的这个思路还是值得借鉴的 就是刀 对手把你击倒以后 不准备挂你 对吧 这时候你有一段小搏命 对人家走了 怎么办呢 立马翻箱子 这个选择还是挺好 这边找到囚徒 前锋这边应该是补小房的机子了 机子 等优兵自棋以后 看情况 两个人选择就 三人开门战 但是优兵应该是要教自己了 没时间再去管理优兵了 这张误人没打中 立刀 囚徒 这边还在拖 还在拖 杰克这边的话明显有点着急 因为刚刚 这个观战的这个视角变了 所以说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就当时是囚徒拉了一刀 拉开了 然后再浑身下板 还是杰克这边急了 空了一刀 我就没看清楚了 这边的话看啊 密码加好了 用兵又摸了瓶香水 一刀 香水没浇出来 没浇出来 这边等 等你倒地 你这浇自己的 跟上挂飞一样 这边啊 囚徒的话只是为了补电 囚徒的话这边只是为了补电 香水要直接放了 翻进去吗 哎 香水放 回 好 这边 三二一 带走 可以 囚徒这边的电 应该是 有了吧 修了 感觉 吸了大概有个 十来秒了 差不多 但要拖的话 他要拖什么呢 他要拖到门开了 然后就把佣兵摸起来 前锋这边不开门 其实我觉得前锋应该先开门的 不开门的话 就是完全的相信这边的囚徒能牵制起来 但这个相对来讲有点难啊 踹板子吧 因为这边有武器 踹板板子有很快进行领生的 九秒钟乌刃 乌刃好了 应该是要倒了 那囚徒这边看有没有电 反走 反走 骗红光 绕 一说一说 这把穷者的一个牵制还是蛮到位的 我还真把这佣兵给摸起来了 一刀甩中 漂亮 刮飞 那知道这个佣兵起来 他应该也知道 这前锋应该是没有点门的 因为这佣兵本身 对吧 自己的话 摸好了 前锋再去摸 开了门 这两个时间加在一起是不太可能的 这边直接传送 传过来 排位置 有耳鸣 好 看见前锋 那这边应该是抓前锋了 佣兵的话 这个时候赶紧 赶紧绕过去 佣兵大家注意佣兵的一个走位 沿边线走门 这样的话呢 尽可能不要出现耳鸣 一刀无人甩中 这边的板子已经破了 前锋这里的话 绕一圈 等佣兵开完门以后跳地窖 难度新数非常高 他其实这波球的话 拉点是没有用的 这个球要怎么样的 拉回来 把这杰克给撞晕了 这样的话才有机会 因为你拉点的话呢 这杰克是一个本身带隐身 然后手里面马上无人的一个点 一个杰克 你是拉球是不可能 一颗整球 都不一定能够拉开这个距离 好的 那么也是感谢大家的这个本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